因为我说文化对我的成绩太大 所以一直在探索我说文化的内涵 我从来不会找人家打架 不过是练了以后去找人家试试 英文人不会 最近国产剧有好几部古装剧播出 分别是说英雄谁是英雄梦滑路 这两部剧都有较为激烈的武打戏 而且过去的武打演员还不少 众所周知 现在的国产影视剧武打是越来越烂了 其中有个重要原因 就是练家子的武打演员越来越少了 而以前武打演员那就不用提了 其中有一位演员 是让伯光君非常怀念的武打演员 那就是于成会老爷子 要知道于成会老爷子被誉为最后的剑圣 但大多数人会在想他不就是名武打演员吗 何德何能能被称为剑圣呢 这就是不了解于成会老爷子的贡献了 我认为于成会和李小龙一样 是中国为二对于中国武术真正有贡献的人 只是他们除了武术家的身份还是演员 于成会因为年龄和当时内地影视行业的关系 在动作明星上没有达到李小龙的成就 曾与李连杰齐名 却抱汉离世 大家可否还记得中国最后的剑圣 于成会的经历 无非就是按照着他的平行资料重新写一遍 其实如果整理一遍 大概就能看出于成会老爷子 整个武术和明星的生涯轨迹 大概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是当明星之前成为武术家的阶段 于成会出生于1939年 和李小龙是一个时代的人 因为李小龙出生于1940年 两人就只相差了一岁 童年的经历不提 12岁少年时期 父亲把于成会送到青岛业余体校学习武术 于成会对于学武展现了极高的天赋 毕竟在20岁左右 拿下了好几个当时国内武术奖项 大概就和李连杰 赵文卓 吴京 张静这些动作演员年轻时一样 然后就是遭遇到了波折 于成会摔伤了膝盖不得不退役 这和李连杰等人的遭遇不能说相似 但这个武术明星吗 和运动员一样巅峰年龄就是那几年 随着年纪大中就会面临退役和转行的问题 于成会和李连杰他们不同的是 李连杰他们当时遇到了香港电影 那时是香港动作片的巅峰时期 香港本土人口太少 一群电影人就到内地武校去选好人 李连杰 赵文卓 吴京 包括张静都是被香港电影人选中 然后带出到在走上武当明星的道路的 这帮人的发展也侧面反映了香港动作片是如何衰落的 于成会二十来岁的时候还是六十年 那可是和李小龙一个年代 六十年代的内地和六十年代的香港 这个经济发展 社会环境和影视文化不是一个级别的 六十年代李小龙在好莱坞打拼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没有在好莱坞混出来 于是六十年代末回到香港 七十年代初期交出那几部著名的电影 为此震惊了整个世界 当时的内地是没有那个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于成会在整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没有在文化产业上面混出来 他花了二十年时间放在了研究武术上面 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九十年代初时候央视做过一期专访 里面详细探讨过于成会的武学历程 于成会老师痴迷双手带剑法 双手带在国内几乎失传了 然而在日本却传承得很好 于成会老师从古武器和日本剑术中大量参考 恢复出了复原的双手带剑法 这是于成会老师留给世间真正的武学造诣所在 这是于成会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就 但是到七十年代末期也已经四十来岁了 然后就是于成会转型当武打演员的阶段 这个经历也和李连杰等人是一样的 香港导演张欣妍来到内地拍电影 并且选择武校孩子和武术家做演员 这个于成会因缘际会接了少林寺大反派王仁泽这个角色 于成会以精妙的双手剑剑术寄精四作最终合理连结 突应季春华成为PEP家喻户晓的内地武打明星 但形象和年龄就成为于成会和季春华 在影视文化发展上的限制 这个全世界刚出头的动作 演员都还得是矛头小伙子 季春华因为形象太鲜明只能演反派 几乎都很少演过正派 更不用提主角了 于成会则是因为年纪太大了些 加上形象关系一直演武功高强 又身躯高位的大反派 开始李连杰还在内地拍的武打片 少林小子 南北少林 基本上都是如此 少林小子的岳父不算反派吧 当然于成会还是演过正派 同时也是主角的 那就是著名的黄河大侠 于成会演正派又是绝对主角的电影 也就这一部最著名了 九十年代于成会老爷子都五十岁了 更不可能演什么功夫片 武侠片和动作片的主角 加上年纪大了越更先锋道骨 所以基本上就以爵士高人的形象出现 像2000年后内地金庸距离 好多爵士高手都是于成会老爷子演的 笑傲江湖的风青阳 连成绝里的梅念生 神雕侠侣的黄药师 七剑下天山的父亲楚 碧血剑的牧人青等等 对于武侠片了解的观众 于成会生命最后几年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那就是出现在了新时代武侠片 导演徐浩峰的电影里面 倭寇的踪迹剑是柳白元 都有与老爷子参演 然后就先是了 中国最后一个剑胜是高估了 于成会自创螳螂剑有没有用 于成会的整个生涯 有点介于李小龙与刘家良之间 李小龙是开创了武术派别 同时担当动作设计和演员上 有着巨大的成就 刘家良是黄飞红的徒孙 在动作指导上 对于香港动作片影响深远 于成会重新开创了一门武术派别 但对于动作指导剑数不高 而在塑造的演员形象上面 我觉得略高于刘家良 也是演宗师居多 但于成会好歹有黄河大侠 当然 可能很多人说 中国最后的剑胜 用在影视文化上还合适 用在现实当中到底合不合理 比如于成会的双手螳螂剑 按照现在很多一说 中国武术就扯的问题 它实战吗 我认为近现代的武术只讲实战 是困住在武学杖里了 国外包括日本对于传统武术的研究 还原 再到流派书里的武术很多 那么请问这些武术都能实战吗 那些说于成会的双手剑不能实战的 估计都是因为中国武术这些年的争议 看到一门武术 都选择忽略背后武术背后的文化 传承和派别等其他东西 于老爷子创这套剑法想了四年之久 先不说他这套剑术实战如何 时代的局限确实没法去验证 这套剑法的诞生是一个练了几十年武术 身上依稀还有古武的影子的老前辈 花了四年多结合自己的所有创作出来的剑法 这对于中国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的书里 继承和发扬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要说在古代 这已经能够开宗利派了 于老爷子的回马枪和耍枪花 还有倭寇的宗祭的金桔斗铃 他对利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是高手了 这种高手即使所谓的上擂台打实战不行 但是也有武术的一套逻辑 这些年因为中国武术的乱象 很多人谈到武术就是实战 就是擂台上能不能打 其实把这套割在外国武术界 一群所谓的武术大师在擂台上也不是能打的 实际上 武术家实战不实战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之所以想看实战还是长期中国功夫片 武侠片的渲染和包裹的神秘主义 偏偏现实里中国武术在擂台表现却不大型 还是想证明还是中国武术能打罢了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 我都要讲什么实战了 我还用擂台上打这么费劲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枪呢 直接学军队格斗术不行吗 要说实战首推还是军队的格斗术 毕竟人家恋来就是杀人的 有限制的擂台打得算什么真正的实战 内地李小龙成就大过李连杰 中国最后的剑胜当之无愧 于成会之所以卫视中国最后的剑胜 就是因为他做了绝大部分人一辈子做不到的事 而且武术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承 已经脱离了能不能打的低级趣味了 别说什么实战和能不能打 如果能成为正道而不是骗子 这样的武术也是很有魅力的 实际上近现代外国的武术 武术家也是走的这一套 而且要学会营销宣传 空手道 泰拳 拳击和跆拳道等身体武术有擂台打 日本的剑道 棍道 弓箭等兵器 全世界除了基建上了奥运会 其他有几个在擂台上互砍的赛事 于成慧一生以剑吃自居 通过学习外国双手法和中国武术始创 螳螂 穿零剑 他主张武术应该提炼哲学性思想 可是 中国武术一直包裹在神秘主义和仪式化中 而且还有骗子 武术文化反而成武术落后的弊端 一提就是能不能打 李连杰 真子丹和吴京或强一技机 或是优于动作 唯独只是演员明星 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和探索上 远远不如于成慧 他的架子不像刘家梁那样很辣 也不似于海那样深沉 而是人身整体的协作 提炼武术的哲学性 重新开创武术 现代中国只有李小龙和于成慧做到了 世人皆道理连杰是功夫活字典 真子丹影谈实战家 却忽视了那些对中国武术滋滋追求的人们 当然想来李小龙和于成慧也不在乎 李小龙去世了那么久 于老爷子也去世七年了 只怕更不在乎了 他一家的工程中 不在乎 那么多小龙去世了 你帮助过一家的工程中 我们先一直用好 说是费学生的工程中